这个就是集的各个大调常见的和弦执法图 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只要能够找到大写英文字母命名的和弦 就一定能找到后面加上小M角标的和弦 那和弦为什么要这样去命名呢 这里面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这一刻咱们就来分享一下和弦的构成原理 首先你要知道 不管是什么和弦 只要是A开头了 那它的根音就一定全是L 哪怕你遇到了AM7 A7甚至A9 A11 它的根音也一定都是L 然后咱们来说一下 大家最熟悉的这个AM和弦是如何构成的 它就是在根音L的基础上 叠加了两个三度音 这个三度音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找到根音L数数123 所以都就是L的三度音 然后我们在都的基础上再数三个数123 也就是M 这个就叫做三度叠加 接下来咱们把AM和弦恢复到极的纸板上 来印证一下这个和弦构成音 六弦上画的小叉子 表明六弦不参与到这个和弦的构成当中 五弦的画了一个小音圈 表明它的根音是空弦音L 四弦二品是M 三弦二品是L 二弦一品是Do 一弦的空弦音是M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A和弦是怎么来的 当我们以L为根音往上数三个数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音是声都 由于声都到拉之间的距离更远一些 所以咱们把这个关系叫做大三度 作为对比 咱们把拉到都称为小三度 更规范一点的定义就是包含了一个全音和一个半音的三度音程为小三度 咱们再看一下 拉到都是包含了一个全音和一个半音的 大三度就是包含了两个全音 咱们再看一下 两个半音为一个全音 所以拉到声都之间是包含了两个全音的 根据全音和半音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推导出都到咱为大三度 看一下包含了两个全音 声都到咱自然就是包含了一拳和一个半音的小三度了 在和弦的命名上 我们把小三度叠加大三度形成的和弦 称为小三和弦 与之相反 大三度叠加小三度形成的和弦 称为大三和弦 这个小M的脚标其实就是minor的首字母 minor小调的意思 所有小三和弦都具备小调般的忧伤色彩 同样咱们把A和弦恢复到吉的纸板上 来印证一下和弦构成音 对比这两个和弦图 唯一的区别就是把AM和弦 二弦一品这音给它往后挪了一个品格 挪到二品上 咱们来看一下音阶图 二弦一品这音为都 所以二弦二品这个音一定是声都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AM7和弦 这个和弦我们需要给它分成两部分来理解 前半部分它是个AM和弦 所以它的和弦构成音一定是 啦 都 你 后边这个7的意思就是在根音拉的基础上 数7个数 找到根音拉数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个SO 经过AM7与AM和弦图的按法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它俩的唯一区别 就是把AM和弦三弦二品这个音 给它变成了三弦的空弦音 咱们来看一下吉的纸板图 三弦的空弦音就是它的7音SO A7和弦我相信大家也已经会推倒了 分成两部分来理解 前半部分它是个A和弦 所以和弦构成音一定是啦声都咪 由于这两个和弦的根音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7音也一定是一个SO 来把A7和弦恢复到吉的纸板上 来印证一下构成音 五弦空弦音是根音拉 四弦二品这个音是me 三弦空弦音是SO 二弦的二品是声都 一弦的空弦音还是me 为了确保大家真的听懂了和弦的构成原理 问大家一下 A9和弦的构成音是什么 你知道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可以听懂的 OK 请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我是玩乐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吉他自学经验的分享 如果你也在学习吉他 一定要多懂一些阅理知识 关注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跟着我学习吉他 其实很简单 咱们明天见 现在还有一个阻力的 其实我也不好了 基本上的阻力